回来香港,讲讲香港和内地的车股 这个朋友买了$245 是一只电动车的ETF 他买$168买,他说在输十几元 他有个疑惑 他说之前看很多专家都说 其实就看好那个电动车的前景 但他就见到宁德时代跌 就拖累了他手头上的ETF的价值 他就首先问你宁德时代 究竟为什么跌得这么急呢 今次就被他累死了 他就说现在他也在输一些钱 他也挺无助的 那你建议他现在应该是只亏还是打一等呢? 如果你说,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本身这只 就是刚才说的$245这只ETF 他本身就hold住holding里面一大堆 其中之一就应该是宁德的 如果你说宁德为什么跌 就说真的,你说和电动车的前景 有一部分关系 但是更加大的关系就是 就是他是创业版第一股 就是A股那边 那其实大家看都是看这个市场气氛 就是说就是会不会是A股好像会 就是踢散下去 这样的担心而已 就是其实一直都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就多过电动车自己本身的前景 或者或者各样的 因为你其实看到呢 宁德时代这件事之后呢 其实虽然其他就是中资相关的电动车股是有更别的 但是其实你说在外面 就是欧 就是美国应该是这样的 美国这样算是其实都不算跌得很差的 就是当然你说比如好像Refn那些 那些比较深一些那些就不行的 但是你说Tesla都没算很差的股价 那变了个比较惨一点的就是他买了那些ETF 本身里面是因为那些都是很集中 是中资就受到宁德时代整个气氛拉下去的影响 那如果你说说够仓的想法就是我自己看 你输了十几元你都是等少少反弹就走会好些 而且其实有个反弹就不要想着他会很 就是很急会淡得到很多 就是比如举个例 你说现在245这只 那你说要淡得上155元都已经有点难度的了 那我会觉得可能你去到大概大概 152至153元左右你就很减了 就是减了走了他就宁愿可能换回一些其他的sector 那就是比如我刚才也有说的那些都ok 又或者再不是的可能比较如果你说在香港那样计 那你其实可能买一些必需品股都ok的 就是比如刚才刚才你们都有推介 例如康师傅那些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你hold这些会相对上给你去想 这个电动车有前景的那样 因为其实说真的杀故值都已经杀了 由去年11月到现在都杀了三四个月 其实都已经不是一些 就是已经维持了好一段时间也都不觉得短期会恢复住的 就是起码到年中之前都不会恢复住的 那你说如果现在熬 其实都不知道你那只ETF会再跌多少 就是没什么数好计的 所以就不建议继续hold的了 就换马啦